有和我一样超级爱吃鸡爪的小伙伴吗 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缩鸡爪咯 鸡爪可以让卖家帮你处理 切鸡爪的小窍门就是沿着途中的位置 避开骨头轻轻的一切就好了 我喜欢开虾背取下馅 这样更方便吃也更加的好看 配菜我准备了最爱吃的土豆和年糕 鸡爪冷水下锅 放入姜片花椒和料酒 撇去浮沫煮15分钟之后捞出 可以多放一点油 把虾油煎出之后把虾捞出来 倒入葱姜蒜 两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之后加入小米辣八角和香叶 实在没有这一步不放也可以 最后倒入鸡爪 一勺生抽一勺老抽 再来一勺蚝油 最后倒入开水 再悄悄的加一块火锅底料 倒入所有的配菜焖煮 等到汤汁收干 摆上煎好的虾翻炒一会儿 就可以出锅了 鸡爪软糯土豆入味 我先吃为净了 我们下期见